10月17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 欢迎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国际贵宾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韩正出席 秋日北京 夕阳入化 天安门广场 华灯绽放 人民大会堂 庄严辉煌 出席高峰论坛的外国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 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国际贵宾及配偶 陆续抵达人民大会堂 礼宾列队致敬 150多面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国旗和联合国旗 整齐分裂红毯两侧 辉红壮观 习近平和彭丽媛热情迎接外方领导人夫妇 同他们一一握手 并集体合影留念 新闻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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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迎賓曲中 習近平和彭麗媛同貴賓們 共同步入金色大廳 習近平發表致詞 首先 我僅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並同我夫人一道 對各位嘉賓出席 第三届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表示熱烈歡迎 習近平指出 春發其華秋收其時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年來 中國同各方合作夥伴一道 弘揚和平合作 開放包容互學互建互利共贏的思路精神 共同為全球互聯互通貢獻力量 為國際經濟合作搭建平台 為世界經濟增長增添動力 我們開展了數千個務實合作項目 收穫了實打實沉甸甸的成果 共同匯救連結世界 每每與共的壯闊畫卷 這些成就是各國政府企業和人民 用勤勞智慧勇氣幹出來的 讓我們向共建一帶一路所有的參與者 建設者致敬 習近平強調 共建一帶一路追求的是發展 崇尚的是共贏 傳遞的是希望 唯有自強不息 不懈奮鬥 才能收穫雷雷果實 才能建立立在千秋 福澤萬民的長久之功 這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 對當代人和後代人的責任 共建一帶一路走過了第一個蓬勃十年 正值風華正茂 武當昂揚奮進 奔向下一個金色十年 習近平指出 當今世界並不太平 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增大 全球發展面臨諸多挑戰 但我們堅信 和平發展合作 共贏的歷史潮流 不可阻擋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不可阻擋 各國實現共同發展繁榮的願望 不可阻擋 只要我們堅守合作初心 牢記發展使命 高質量貢界一帶一路 一定能煥發出時代光彩 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 開創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 宴會後 習近平和彭麗媛同貴賓們 共同觀看思路同行文藝演出 感受一帶一路國家多彩文明和燦爛文化的交流互建 美美與共 王毅 尹利 李舒磊 何立峰 王小紅等出席上述活動 寶貴れた 今晚我以為